1995年12月1号 慈忌世界节目 在力霸有联YouTube综合台播出 三年后的1月1号 大爱电视台正式开播 现在我们恭喜上人及肖院长 为我们按钮开台 从这天开始 这条源自于台湾 传播真善美的媒体经流 在全球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而背后是始终如一的一面初心 民国83年左右的时候 我是广电基金的执行长的时候 我说你的钱 木来很不容易 有人捐一块一块 五块五块十块的 你的钱可以用到更公益的上面 可是他说像这么乱的社会里面 要靠媒体去帮忙 然而一个宗教团体 要经营媒体 拨乱导政并不容易 尤其是媒体市场的竞争 日趋白热化 新进的业者越来越多 商业跟利益的手 也逐渐伸进传媒当中 特别是电视新闻 所有的电视台 大家都等一周盘出盘 都在看苹果今天早上 有什么新闻 那晚上我们就做什么 跟什么 非常的山色心 山色心的内容 话中取宠 对于商业媒体来说 是收视率的保证 也是换取营收的美妙数字 然而学者认为 这却让直播的题材跟内容 大幅朝向市场倾斜 我们是受收视率的影响 这个收视率就引导了 各个商业电视台开始在做 能够刺激收视率的新闻 当然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新闻就会跟着市场走 所以所有人都被夸大 记者甚至会蹲下来 蹲到水里面说 你看台风多严重 对像类似这样的情形 所以这个影响是相当的大 大爱电视台自始至终 不接受商业广告脱播 除了募款四分之一的营运经费 来自全台湾八万多名 四季环保之工资源回收所得 直播的内容不必跟着市场走 也更不用话中取宠 丁大哥 哇 1999年 在偶像剧风靡全台时 大爱人间剧场第一出 单元连续剧阿彩 首次把真人实事的故事 搬上荧幕 自此 大爱剧场将真实的人世间 磨难中彰显的人性善良 一一化为动人心弦的情节跟影像 借由媒体传播分享出去 我们一以贯之的 都是进化人心的使命 从来没有改变 让大家每个人 看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 都能够见闻立意 看到 听到 对你的生命 就会有正面的影响 说到公鞋头角要看三立 看帅哥美女要看偶像剧 人真板太要看公事 师兄师姐刚温要看大爱 正面的影响力 借由戏剧 节目跟新闻报道 潜移默化 聚焦在光明美善 关乎社会公益 以及有价值的内容 与时俱进 不但屡屡获得各界肯定 也补足媒体光谱中 长期被忽略的一丸 一当都破掉这些破片 大爱电视台它在目标上面跟定位上面非常的明确 而且20年来始终如一的是它关心环境的人事 它关心人文 在这个部分的确弥补了很多商业电视台 它所不足的地方 媒体不但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 更是串流社会的价值跟回馈的资讯链 大爱电视台从一开始就定位为非盈利事业 不曾滋滋计较收视率的高低 只求暴政导政 不管今天的新闻乱下 或者社会乱下 大爱电视台忠于它的理想 坚持它的理念 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一个爱 我觉得慈祭是发挥了很多教育的功能 我们绝大部分的老百姓是有这一块的认知 他也会支持这一块的 为时代做见证 为人类写历史 为后世力典范 为慈祭留足迹 经过了二十年 这样的初衷不变 在众生喧哗的灼烂恶水中 要跟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 用心联外围造刺激世界 在密流中坚持着等待共鸣 坚持美善 大爱台之所以能够走过二十年的道路 要靠背后很多默默的大爱之友的支持 尤其是很多磨手皮的志工 即使自己经济拮据 一定会